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1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实习主播Jesse 近日有摄影师在某餐厅拍到了李志廷为神秘美女庆身的画面 当天的李志廷身穿白色衬衫 而美女则是一件白色镂空裙 在席间美女还将身子往李志廷身上靠 而李志廷也是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特别的甜蜜 不仅如此,两人在吃饭的过程中起身相拥 情到深处还当众勇吻 看起来就像是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该美女五官精致 看起来气质不凡 只是席间却突然动作娴熟地抽起了烟 败坏了些许好感 10月18日晚,李志廷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一张在海边共享二人世界的照片 两人在西洋西下的海滩上举杯对碰,特别的浪漫 同时,李志廷还表示 女友是中国籍混血,从小在迪拜长大 因为自己是她的初恋 所以才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开 还表示女友并不是圈内人,也不是网红 希望大家不要评价她 言语之中满是对女友的宠爱和保护 李志廷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地关注她的作品 也会继续做个好男人,好演员 其实,这并不是李志廷第一次被拍到和该美女约会了 在上个月就被拍到两人一起去吃火锅 看来两人已经相恋许久 祝福她们能早日步入婚姻的殿堂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 说起来,李志廷还是范冰冰一手栽培的 刚出道就和范冰冰合作了五妹娘传奇 范冰冰出席各种活动都带着她 两人也以姐弟相称,关系很好 李志廷在剧中饰演李志 电视剧开播后,李志廷也火了一把 之后,李志廷连续拍了《白发王妃》 《古剑奇探2》等 也在电影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但都没有特别火 近日,参加《遇见天坛》 还和杨幂合作了亲公戏 再回观众的视野,还是一样的帅气 希望她再接再厉推出更好的作品 68岁的资深演员刘勇 原名刘天爵 70年代签约佳和电影 并出演多部电影 由于本身是空手道黑代高手 又学过国术 所以参加过多部李小龙的电影 至80年代,他凭亚视剧集《秦始皇》 饰演迎正义角走红 当年更有皇帝小生之称 刘勇虽然事业得意 但却经历了三段婚姻 当中最为人熟悉的 是与首届亚洲小姐冠军 李艳山于1992年结婚 婚后两人与有一子一女 但李艳山难顶家暴 故于200年提出离婚 并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 禁止对方禁声 至2004年正式离婚 他在没有固定赡养费的情况下 独自养大子女 早年为了供儿子到英国升学 更加按物业变现金 虽然他曾表示这段婚姻是场噩梦 更后悔爱过刘勇 但二人至今仍然保有联系 家暴除了发生在李艳山身上 其实亦出现在刘勇首任妻子戴良纯身上 有清纯玉女之称的他 80年由台湾来香港发展 因与刘勇合作电影而坠入爱河 但是婚后刘勇性情大变 对方反台时 刘勇怀疑有人出轨 飞到台湾刺伤太太的面部 令其毁容 戴良纯被刘勇毁容后 下嫁了台湾医生 但原来对方也是家暴男 戴良纯其后 与第三任丈夫移居日本 但台湾家暴男竟然去到日本 将其丈夫杀死 事件轰动台湾日本 同李艳山离婚后 刘勇北上工作 并于07年 与比他年轻30岁的内地女子 黄丽艳结婚 婚后育有两个儿子 而太太易于取得香港身份证 至于两名儿子 则于香港国际学校就读 当然刘勇接受访问时 曾开心表示 男人最开心的是有一个家 可惜的是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2年 刘勇早前承认 已与太太分居 但为签字离婚 并指对方从来不下厨 日日只是打麻将 而他为争取抚养权 更将内地的乌业卖掉 将一半楼价 约几百万港元给了前妻 现年68岁的资深艺人刘勇 母亲为著名演员李文 1970年 他签约佳和电影 曾出演过李小龙主演的 《唐山大兄》 《猛龙过江等》电影作品 1975年 他转头韶式 拍下《江湖子弟》 而他在李汉祥指导下的 《乾隆皇帝奇遇记》中 饰演《乾隆一绝》而人气极生 即后演出了多部 《乾隆皇帝相关》的电影作品 80年代 他在转头亚洲电视 演出了剧集 《秦始皇》而名声大噪 近年在内地发展的他 演过《清世皇妃》的 《楚王马印》 《魏子夫刘安》 14年版《鹿顶记》的《多龙》等 以上是本期娱乐风暴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Jesse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